各位 下午好啊 我是久门 我是久嫂 今儿再上哪玩去 今儿个咱上河瓦市场溜达一圈 走 给您的 听说这两天河瓦市场的河瓦全开了 今儿我带您溜达一圈 哟 久哥 今儿咱上河瓦市场 没错了您呐 您看北京的天啊 一地休 立马凉过了 今年还是早地休 冷凑凑 祸 您还什么都知道 哎 久哥 这河瓦市场是什么时候开的 您看没有 这写着呢 前中间间这河瓦市场就有了 那会儿叫河宫堤 您给嘚啵嘚啵 什么叫嘚啵呀 我跟你说 原来这河瓦市场里边 做买的做卖的什么都有 您知道这市场每年一到六七月份 是最热闹的时候 您就看这岸边啊 一溜着小棚子 哟 听着就热闹 都买什么呀 日用百货 古玩字画 手工一品 精味小吃 嘿 地道 在这岸上逛完了 您再看这河里 还有卖东西的 河里还有卖东西的 卖什么呀 这河里边卖的全是钢斋的 脸猛 灵脚 嫩藕 哟 都是施定的 这说的都是白天卖的 您等到了晚不准 在这河上搭上戏谈 唱京剧的 唱大鼓的 说评书的 还有练杂技的 我的天哪 这回知道为什么叫河瓦市场了 对了 您要想来河瓦市场旅游啊 最好是每年的六月到九月 而且这河瓦市场旁边啊 就是后海 工王府 您逛了一圈 全有了 哎 九哥 这逛一逛的 聊一聊了 一会儿吃什么去 今儿个咱上同和居买烤盘子去 哇 同和居 这可是老造 跟您尝尝见 刚从河瓦市场回来 今儿咱尝尝同和居的烤馒头 这同和居开的可早 清朝到过二年就开了 同和居在北京和有一号 早年间啊 京城有八大居 这同和居是八大居之首 烤馒头啊 是他们家招牌啊 今儿咱尝尝 哇 这一开袋闻着可够香的啊 您看这馒头 个儿可不小 这么大一个 三块钱 您别看大馆子 这烤馒头可不贵 这外皮烤的色泽金黄 咱来一口 嗯 一股奶香啊 这边 哇 好有气 这一吃就是呛面馒头 嗯 越咬越香 您看这里边 倍儿磁热 这口感啊 有点像嘟布布 这里边肯定割糖了 好甜啊 就这馒头 比面包好吃 这外皮不浇啊 您瞧这烤馒头 倍儿磁热 奶香味非常酷 好吃好吃啊 白嘴吃个馒头 还是噎得好 酱油的水炸馅 酱油的水炸馅